來看台中一個二十多歲 高年我很集團 就是要來坐這班公車 他到公車站的時候 這個公車剛好塞去走 一直後邊一直走 等這個公車在等紅頂的時候 要來車車 但是司機跟他說 這個公車門關起來 後來二十就不可以來車車 這個高年我是聽不認輸 竟然是頭大後 站在公車前 用肉身來搭公車 這是由司機都人家 只好是報警來處理 這警察到為 按照這個高年我情緒 這個高年我才暗甘暗緩 退到路邊 一位小姐 在大後當中 站在公車前 不讓公車走 這個機動讓司機人家 旁邊的民眾也都聽來看 因為那時候下大雨 然後他就拿著雨傘 擋在公車前面 原本公車死離戰牌的時候 然後他想要上車 那公司公車司機不開門 他就覺得公車司機故意在丟難他 這位小姐在公車前 站在10分前 因為原本要坐公車 但公車在等紅頂的時候 他走到公車旁邊要搶車 不過司機說 車已經關門離戰 沒辦法讓他搶車 所以這位小姐就自己 躺在公車前 司機也不敢向前前 只好報警來處理 還是旁邊可以讓他開門 讓他當車逼卡 他如果要搭車的話 沒有啦 沒辦法 那是他們公司的規定 對 我跟你講 就跟你講沒辦法了 請他就是先冷靜 不要妨礙其他的乘客 來就是搭車的權利這樣 這位小姐上 沒有人不敢說我們拿去路邊 其他等公車面 還說這條路上公車的辦處很多 沒需要冒險把車帶來 很危險 如果不小心被路邊的車撞到的話 假設你出過公車 你會怎麼辦 等下一班 既然說按照道路交通條例 先人在交通比較不容易的路走 才算 甚至是租外交通 可以罰三百塊 民眾千萬不能為到 又到公車就做出 危險的機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